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今年上半年开始失眠 头疼 脖子疼 还有腹部开始疼痛 这个时候我就请来菩萨 请来菩萨首先看了一下他的腹部 呃 腹部呢 我说菩萨他的腹部比较疼痛 呃 有是是什么病呢 就是说或者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是他有灵性 呃 还是什么情况 菩萨说 呃 让他发一个完整的照片 呃 我说这样子吧 我把这个人的这个魂魄请来 咱们更清晰的判定一下 呃 查了一下这个呃 这个到底是什么问题呢 呃 这个菩萨就说 这个人呃 干部出了问题 呃 只是可能是迟早会检查得到的 啊 呃 容易有干部水将来 呃 问他什么原因呢 不过他回复的是 他之前吃的类似于方便面之类的东西比较多 就是类似于垃圾食品 呃 再加上他呃 一直以来的那个脾胃本来就是那个不太好 呃 干部这个解毒功能本来就差一些 导致了这个肝上的疾病 呃 这个时候呢 我 我说菩萨 你这个确定吗 菩萨说 你不要怀疑我 呃 很斩钉截铁的这样说 我是菩萨 这个是我可是我对那么多人要直接讲故事的 菩萨说 没有问题 的确实是这个样子 呃 其实是一事一查 这位师兄呢 是老师兄 他查病呢 就是一个地方 比如说胃 就是查就是一个事儿 脖子查一个事儿 头上查一个事儿 啊 但是这位师兄是一位老师兄 右手光明海使用美脱 我就没有再给他细分了 严格来说这次要做三次法 挺麻烦的 就是每次 他头部的事情就是头部的因果 啊 腹部的就是腹部的因果 脖子就是脖子的因果 然后呢 我又查了一下这个脖子 脖子上 他这个是有一个灵性 长得和脖子还很像 呃 问他是干什么了 他是来报仇的 啊 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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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就说我说这个脖子上的病 就是心理造治的吗 他说是的 我就说我要是把你要是送走的话 他如果是经过这个主家的同意吧 就是辅助的同意 呃 是 就是因缘脖子 他的脖子上会改善吗 他说没问题 可以改善 逐渐可以变好 头部呢 又想不再查头部 头部上呢 他也疼痛 呃 查了一下呢 没有灵性 也不是业障 是思虑比较多 呃 呃 呃 可能是有些事情 得了这个病 心里边恐惧都多一些 呃 或者什么情况 反正总是想得多了些 然后找到头部的一个疾病 呃 呃 呃 总之呢 呃 大约就是这个样子 呃 能 就是说这三个病里边 能帮他化解的也就是脖子 另外呢 就说干部这个地方 得好好的 找个老中医 西医没得什么好办法 找个好点的中医 啊 精通干部的中医 脖子的话 这个不算是 就是说一个西医的话 治疗这个不是很在行的 尽量找一个老中医 啊 尽量打听打听哪里边中医最厉害 来疗愈这个疾病 啊 就是对于这个师兄 我做个交代 啊 这个不算故事啊 就是把刚才查询的结果呢 做个交代而已 感恩感谢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夏季三土苦 若有见闻者 西发菩提心 尽此于报身 公生准备了果 哥 深彦祁了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